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天尔航站楼 这两天北京一直在刮大风,特别特别冷 周末我们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 大家好,这里是一大早的首都机场 这次纯粹是为了过个周末 之前双十一的时候囤了很多旅游产品 包括各大旅游城市的酒店套餐和通须券 我在盘点了一番我的战利品之后 最终选择了去三亚试试太阳 正好这几天北京突然降温 早上出发的时候还满地都是落叶 冬天终于要来了 这次的机票也是在大宿期间买的海红的自由飞 可以在出发前几天兑换 还可以避开红远航班和路途遥远的大型机场 价格上虽然比不上提前一两个月买特小机票 但是也已经非常划算了 现在北京的气温在零下 而三亚这边则是接近30度 虽然下飞机的时候已经脱掉了羽绒服 但还是 热不热 热 我的天哪 热死了 当然凤凰机场早就遇到了这一点 有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 在这里 在道大厅 有更衣室 更衣室还在排大队 在凤凰机场打车 我建议可以直接去出租车排队 人少车多 完全不用在机打不到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交了网约车 就不一定能绕明白去哪个地方接走了 我们预定的是周济旗下的三亚湾假日度假酒店 具体机场也就15分钟左右的车程 非常方便 套餐里面的房型是高级持景房 标准是48平 前台帮我们选了一间60平的大房间 现在先赶紧看看我们的房间怎么样 帮我拿了这个 这一间是拐脚的好大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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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池 我买的这份是1288的池井两碗连注套餐 大厨的时候 接下课程优惠倒走价是195 11月每晚再加100 相当于总共花了1400 包含的主要内容 除了两碗池井房在早餐之外 还有一份正餐和一份下午茶 至于清单上列出的其他内容 其实原本就是入住礼遇的一部分 压根也算不上了套餐里面的 不过在预订之后 我又查了查市价 看了看这个接近四位数的价格 嗯 感觉还是套餐缓算不少 入住之后 我们先联系预定了旅拍 鉴于是免费的 也不太好对拍照水平吹毛求辞 鉴于某人到了之后一直在喊饿 所以就先享用一下下午茶 为什么还在播ATP年终总决赛 谢谢 这个下午茶期就是两杯饮料 加上几小块甜品 不过想想早上还裹着羽绒服 在北京的清晨色色发抖 现在就在阳光明媚的大唐 望着泳池椰林吹海风 已经是很满足了 说到椰林 酒店对面就是椰梦长廊和三亚湾 穿过临海的三亚湾路就能步行 直接到海滩 天气预报说 冬末可能都是阴天 趁着今天还有太阳 吃完之后赶紧跑出来拍落日 幸好三亚没有让我吃了 拿火轮是可以吃的拿火轮吧 嗯 要看 吃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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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酒店的设计很有意思 因为是依靠海边的坡建起来的 所以北边的正门和南边的步行门 没在一个海拔上 就变成了一楼的大堂实际上是二楼 餐厅和泳池所在的第一其实是一楼 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 反正先抢占一个窗边能看到泳池的位置吧 这里没人 今天餐是阴天 打算一会去泳池玩会儿水 现在可要多吃一点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可爱宝宝 这边的早餐种料还是很丰富的 下面请欣赏沉浸式自助取餐 在这边的茴池的就是小泡南瓜 海贵土 小泡南瓜 小泡桃 虎东鱼 小泡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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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泡池 小泡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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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蒸鸡 大石 我已经拿了不少了 松饼 一会儿再来拿 云南大石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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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汉堡了 这里还有做成章鱼的东西 赶天动地这里还有豆腐脑 在第二次取餐的时候 我发现居然还有豆腐脑 非常开心的成了一大碗 结果味道嘛 只能说比辽西水豆腐差远了 好吧 应该是我卤放的问题 没有加上卤 应该多放一点 没有味道 还是华夫饼好吃一些 是我喜欢的不甜的口感 暴楼粉和腌粉不能说惊艳 但也已经达到了 我认知领着海南粉的水准 反正我们要了两碗 最后汤都没剩下 不过就算好吃还是不要吃太多 因为吃太多还是有风险的 现在变疼了 我一个人要吃饭这么多这么多东西 所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了 有个人因为吃太多了 有个人因为吃太多了 然后跑上去 跑上去排泄肠导的压力去了 在泳池边拿了个泳圈 准备下去游泳了 游泳池面积不大 而且最深的也只有一米四 不过我玩水是足够的 可是你把我推走 我怎么回来呀 我把你弄回来的 那让我自由漂流了 对呀 那我就是派了 嗯 春年派 春年派了 为什么不是圆桌派 圆桌派啊 它还有箱子派 菠萝派 我晕了不行 我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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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要出去了 我想去问问那边能不能玩 当我们线安全员提出 能不能去儿童乐园里 玩玩滑梯的时候 安全员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眼 然后很委婉地表示 成年人上去可能会比较晃 那没办法 只能再躺一趟躺活了 不过有些游乐设施 成人还是可以玩的 嗯 你为什么能走这么快 你步子大 哎呀 椰子机单买的话是368 不知道和酒店套餐里附赠的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这份椰子机套餐 除了文昌鸡之外 配菜有豆腐 虎皮 雲白菜还有一份面 喜欢吃肉的 肯定是吃不过眼 这些东西看着不多 但确实管饱 最后一份面吃完之后 我俩缓了半天再站起来 味道嘛 确实不差 而且它的椰肉是新鲜的椰肉 和之前北京店里 椰子机用的椰肉干 完全不一样 不过好在没影响第二天的战斗力 把新菜饼和前一天没吃过的 有多长一遍 整个酒店套餐的体验 差不多就是这些 至于评价嘛 我觉得已经可以用超出预期来行为了 至少硬件和服务都很到位 在我们入住期间 管家还很贴心主动为我们提供了果牌 延迟对方以及送机服务 在三亚旺季的周末 能住到这样的酒店 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不过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这个连柱套餐常年都在销售 就 还行吧 至少我上市一买还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本期的酒店开箱就是这些了 过面我还会为大家带来关于这趟三亚三天两晚前程的其他内容 也有展示一下天涯海角这个地方 这种人是有多么可怕的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啦 为什么 这如果说 我要自己买368买这点 我这大厨都不会买的 368坐在碰上司机也不吃到胡香吃去了